大家好,我是瑞士山里娃,今天带大家看看瑞士真实的物价 我们现在去肉店去买点肉,然后再去超市 其实肉店买得特好,就像一个多少年的老朋友 特喜欢在肉店买,比如说排骨,超市买的排骨不都正常的吗?瑞士那种排骨 然后你就没办法切,因为回家里面那个刀也不行,就切不了小块 但在肉店你就想让它切个钉切块,然后锯成多大的,它都能做 所以特别好,我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在肉店买东西 这是那个沃州特产,这个叫巴皮沃多,就是沃州特产厂 这是那个瑞士的雪肠,太可以了 加高安Killow,60块钱一公斤,一块就够了 一块就够了,60块钱一公斤是吧?对 420块钱一公斤,420人民币 猪肘的,切的片头,炖,应该好吃吧? 维 en point de c'est beau 猪肘切的小红切片的猪肘 它搞13块多,还真不会 还行,然后再来我来一根那个巴皮窝的碗 这就买完了啊 来那个,吃了碗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个小镇一花了 6块了,66块5 开战,进发超市,我们去买配菜 你穷还是富,在瑞士逛的超市都是一趟的 基本上,就这几个选择 你挣多少钱,你再富巨富,你也是吃这些东西 跟明明老百姓是一样的 在瑞士呢,也就是亿万富翁和这个月薪三千是一个超市啊 拿个这个沙卡的 一份矿泉水,卖的好几十块钱 这个价格 这是6个5块8 这个是1.5升 1.5升一块钱一瓶 这些奶酪有各种各样的奶酪 特别多啊 选择极度 能让你眼花流乱 这叫布里 这个绝对好吃 如果你第一次吃奶酪的话 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布里奶酪 布里奶酪是特别容易被接受的一款奶酪 这个差不多这么一大脚是 0.22公斤吧 6.5 这样的布里 这个奶酪非常非常好吃 法国的 这个奶酪是特别好入口 而里面是软心的 很好吃的一款奶酪 如果你们没吃过奶酪 我强烈建议你们买一下这款奶酪 因为这款奶酪是我的罪啊 它里面是有奶油的 而且是软心的 非常非常好吃 这个价格是3.85元 这是瑞士它抹面包的奶酪 就是纯天然的抹面包 非常好吃的一款奶酪 早上起来我会经常吃这个 把它抹在那个叫什么醋凉面包上 或者是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啊 这1.95元 很好吃的奶酪 都可以拼拼 这个是那个韭菜奶酪 就时令的 就叫熊葱 他们管韭菜叫熊葱 所以这个奶酪也是特色的 鲜奶酪 这个来一个 这个价格也不贵 4.75元 这是加那个Cream 加鲜奶油的 好 这种就是羊奶酪啊 这种是瑞士的羊奶酪 山羊奶酪 山羊奶酪是小分子奶酪 特别好吃 它更容易被人体牺牲 还有这个 这个奶酪也不错 这是那个装门拌沙拉的 这个 这是乡村奶酪 就是拌沙拉的 这个价格也不高 这是高蛋白 超级高蛋白 就是对于减肥的 我们比如说生酮饮食的 什么特别适合吃 这个 这就是那个乡村奶酪 然后把它拌沙拉 这是我每周都会吃的 固定的一款奶酪 叫水牛奶酪 水牛的奶做的 特别好吃 把它这一块 它这一个球 把它整个拌沙拉 然后和那个西红柿在一起 巨好吃 这是我的最爱 这里面是两个球 这是我我每次必买的 就超市的必买清单 给大家推荐 这是女生比较注重生产的 可以买这种 这是豆奶做的酸奶 非常好喝 这个我也经常买 而且这个对身体还特别好 豆奶做的 然后有很多磁性激素 我觉得女的可以多喝一点 价格也不贵 三块钱一个 两块九毛五一大桶 这个 这个是 奶汁珍珠 而且是柠檬味的 这是我最爱 特别好喝 特别好喝 瑞士是一个这个奶制品 产食一个大果 所以说这个奶制品是特别丰富 有鸡兰梅食 五块六一个 这个非常好喝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五花果和核桃的希腊酸奶 超好喝 哪一个 这都是我的最爱 这是五花果和核桃的 一块二毛一个 两个 两个 一块二毛五两个 三块OK 还好吧 我觉得 走 在那个对肠胃好的 那个医生菌的 医生菌的酸奶 所以减肥的 或者你肠胃不好的 要多喝这个 比如你经常吃辣食 经常吃重口味的 一定要调好的 这个肠胃的医生菌 因为你叫瑞士医生 跟我说 就是胃肠科的医生 跟我说肠胃 只要医生菌平衡 就会减少很多疾病 这是不错的 那个 扫一下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多少钱 这个是4块9 4块9 蓝纹 意大利蓝纹 这是我主要吃那个山里娃一番 对不对 他就是仓后喜欢吃一点这个 看口过来 这是我们那个 产的那个野酒菜 3块9好贵 我95元赚了 差点免费 都是炒 炒 和菜有种炒 炒鸡好吃 这个超好吃的 300克 半斤多 对 福字菜 6两 6两4块钱 修饰的胡子菜 这个 意大利的 但是很好吃 这是盐碱弟弟的 不错 芝麻菜 芝麻生菜 9毛钱一盒 很甜 哇 这是不公英 我们采的2块9毛5 赚了赚了 这是哪的 甜玉米 有机甜玉米 我觉得挺好的 放牛排边上 玉米还是得吃有机的 因为这个转积音太多了 这4块5一道 4块5一道 非常好 30多一样 直接拿水煮一下就行了 30多人民币 大概就一根 给切成4 我们原则拍的不是说那种简直超市里最便宜的 然后就是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 就是正二八顶在这过日子 对吧 就是大概的价格 大概的价格 这就是什么呢 一道菜 八块签五十遍装 随便装 您装的 您能装装满就装 装帽的都行 所以是它这个其实最合适的 上面里像是肉这些门的黄签全部就都是特价 牛腩肉 牛腩肉的话差不多小一公斤的话是16块5 原价是25块05 我们看看海鲜 便宜好吃 还是野生的 ASC的野生的鲨 这差不多是325克12块9毛五 这个比海鲁鱼还好吃 我给你们推荐就是这个真雕 这个真雕现在打完折彩5块4 5块4这么一条 超便宜又好吃 就是真雕 你看眼睛还很亮很新鲜 那么就欧洲如果你来吃这个 这就是海红还这么一大大 这两公斤的纯天然 就是野生的MSC的两公斤不到70块钱人民币 这差不多一个也就6块钱5块钱这样 然后你回家拿烤箱220度一烤 烤个20分钟 还有更便宜的 你看这是我们配 好这是最便宜的 这是7块 但是这个没有肉 这是7块9毛5 我们自己回家撒火腿肉 意大利饼做好了的烙饼 意大利烙饼 这个就很方便 你回家拿烤箱一烤就行了 费的特价的 这种的就是2块9毛5 然后也在3T21块钱人民币 然后这一个 哎 你快看披萨也出野韭菜的了 这是野韭菜版的 韭菜版的披萨 很好吃 这不会做饭的这种的 这种的就是都给你做熟了 然后拿微波露力热就行了 当然这种价格确实不低啊 就8块钱7块钱 全是这样的价格 这豆腐也有卖的 就是豆腐就可以买这就1块2毛5 对 它是高蛋白的这个 这个就很好 1块多1块 我觉得就挺好的 是有卖这种生蚝 你就回家自己 这样的一挡 你自己回家处理 18块9毛5 一盒算好12只 20算吧 20 对 一盒140块连人民币不到 对 然后法国的啊 趁麻井的法国产的时候 对 4块9毛5两公斤 这不太合适了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说这个 这个物价高 其实也是分什么时候 也可以过得很便宜 也可以过得很精致 这是鸡箱头 这鸡箱头 野生的 Bio的 春意野生虎虾 7块9毛5 100克 8块钱100克 1公斤80 对 这是算贵的 算好的 1公斤的价格就是 560块连人民币 这种牛排送的特别好的 所以有风味感的 就味道比较浓郁的 如果你喜欢一味 吃浓郁的牛肉味 那就买这个牛排就好吃了 价格差不多在 6块8100克吧 6块8100克 然后这边分9块3100克 它就是储存的时间不一样 这就是时间更久的 就稍微贵一点 时间弱一点的 就稍微便宜一点 像这边的就是面包 都是现做面包的 都是新鲜的 新鲜的 你看它面粉 它有的用有机面粉的 所以你要看它面包 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 像这种都是就有机的 它都会Bio 看到吗 有机面粉做的面包 2块8 反正也就是2块3块 这都是那边的主题厨房里面做的 做的蛋糕 它就是现做的蛋糕 然后这种蛋糕都不贵 超市的蛋糕都是 这个是9块9毛5 这么一个圈奶油圈 就奶油加 超市自己出的马卡罗 差不多9块9毛5 Gahaka 这有名是瑞士甜品 这种黑森林蛋糕的话 差不多是11块9毛5 黑森林 现在有2个岁 对 9块9毛5 现在9块9毛5 现在特价 然后黑森林蛋糕 我说也蛮好吃 这种是带酒的 这种是不带酒 这梅子派好好 这个各种梅子你看 这个有裤盆子 蓝梅 还有各种 还有白 还有那个开心果 还有木梅派 今天算人多 今天礼拜六 所以人 一会儿让大家看一眼 一个更没有人 连人都没有 洞区 我发现瑞士人太健康了 他们从外不吃乖 吃冷冻食品 所以你看冷冻区永远的都是没有人关顾 咱们的那个牛排 所以我们得来一个火柴棍吧 这个 我才会 好的 好吧 嗯 这就是法式水条 叫叫驴麦特 火锅细细的 然后它会比较酥脆的 红薯的 也可以炸这种的 但我们比较爱吃这火柴棍的 火柴棍 就是脆的 要买一个这个 这个是3块9毛5火柴 看冷冻区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冷冻区 就现在我们 没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去了这么多欧洲的国家 唯独瑞士的冷冻区 是让我觉得 真的哪个超市的冷冻区都没有人 其实蜂蜜是真的好啊 它是分花的各种蜜 这一款是超有人气的 金和欢有机蜂蜜 很好很好 这个蜜 十个年一瓶 对 就你在瑞士可以彻底的放心 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高山蜂蜜啊 就绝对是像这种就是 就是高山上的蜂蜜 在海拔八百米上 就是高山的蜂蜜 这样的价格在多少钱 这个是9块9毛5 都一个价啊 对 对 但我给你们推荐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轻火的 那个7二了的那个蜜 比如这瓶是瑞士有机断花蜜 断花蜜有清肠排毒的效果 因为断花蜜中 还有丰富的有机酸和活性酶 有只可润肠解毒的故事 这是国内小朋友最喜欢吃的 对阿花田的那个巧克力酱 这个东西超级好吃啊 但是唯独问题是这个东西成年人吃会胖 焦糖饼干酱哇 这个不要太好吃 真实的果酱超级品 一大瓶才三块多 你看 这应该好像是赞魂那 这是法国最好妈妈品牌 叫这个可好吃嘛 就各种杏味的草莓味 三块多钱 瑞士还有一样东西 值得给大家推荐 叫 这是有机的 这个加了添加了水果干的那种 就是你直接泡牛奶就行了 倒在直接倒在牛奶酸奶里 都非常非常健康 这你知道最早是给瑞士疗养院 就这种高级疗养院的病人配方 后来就直接蜂蜜欧洲了 这这慕斯里就是瑞士茶 只有瑞士原始地 高山茶 就阿尔贝斯高山茶 比如说这个就是雪蓉花的 它里面是各种花卉 对就真的是纯天然的 这个茶还给脑子脑部增养 如果你们经常去爬山的 或者去高海拔地区的 你们一定要喝这个茶 它是有一个给大脑增养的 这么一个功能 六块钱一个是吧 对六块钱一个 然后它不同品牌 其实都有出这种高山茶 包括这个也是高山茶系列 这都属于高山上的植物茶 这阿尔贝斯高山茶 如果你们来旅游 一定要一定要尝一尝 这个茶特别好 其实价格都不高啊 两三块钱对吧 然后我再喝的 还给你们推荐一款茶 就是这个 Cino Holdong 我们叫老太太茶 就是岁数比较大的女人 都会喝这个 女性特别好啊 这我经常喝的 咖啡也给大家说一说吧 在那辈子那边 自己的一个品牌 就10块钱500克 这样 沙利烘焙的 你看 它要看它是 这是Espesso 意大利亚呢 就是意大利烘焙的 核人币也就140块钱一大 对21块一公斤 21块多的豆 然后你家有两个羊 你就可以闻它是新鲜的程度 它是2021年的豆 所以就非常新鲜 就你可以看它豆的时间 在车上必备的 就是它是在就是你特别饿的时候 它是一个补充 而且还不会长胖 这是奇亚籽的那个苏打饼干 还有芝麻的 这个也特别超好吃 超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 价格也不贵 3块多钱 3块6、7块 3块多这么少了 这是5个 3块多5个 25、6块人民币吧 瑞士这是巧克力的大锅 这是7块多钱 你来超市直接买 就是Mega Home 就是400克 就超大版的大块巧克力 你看我跟我这连比很有多大 或者你挑这种小的 人家小的就差不多2块3块 这样一块 这种巧克力啊 就是属于工业化产品 但是瑞士人更多的讲究一点 喜欢去那个巧克力店 专门买那个手工车座的 但我像我现在吃的那个 就是这还有黑松露油 黑松露油 真子油 它就是油的选择特别多 但我现在败沙拉的 我就吃这个呢 我现在吃的就是这个亚麻籽油 意大利的是吧 对就是这个油特别好 这个油是对女性特别好 还有葡萄油 葡萄紫油 这个这是对女性特别好的 葡萄紫油清淡而不油腻 特别适合中式烹饪 还有丰富的亚油酸 占总脂肪酸的81% 葡萄紫油还有丰富的多酚 维他命E和青花素 对于心脏和抗衰老 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油 这个油我强烈给大家推荐 这个 这个椰子油 对 这种就是我们做那个瑞士炸肉火锅时 就倒进去这么一桶啊 这椰子油才4块3 就纯椰子的 炒菜也行 炒菜也好 对身体特别好的椰子油 我每次做炸肉火锅都用这个 就这个油是必备 油还是得吃好的 对 这个很便宜啊 4块3一大桶 葡萄紫油最便宜的 你像这种便宜的是7块多 这么一大桶一升 其实这个炒菜也好的 对身体好啊 这边还有各种的干部 果干 各种葡萄干 果干 这就是都不贵啊 其实价格都不贵啊 价格也就这样 群有机的 也就是4块钱一大 然后大家自己乘以7就好了 再给你们推荐这个 你们要来瑞士 可以买这个西梅干 超好吃 这就是3块6 差不多250克西梅干 保证你们 这谁吃谁叫好啊 好 面粉就很便宜了 不过你们包饺子 这个面粉 我是超级推荐 因为它是特别有筋 很有机的白面粉 我们我们每次都用这个包饺子 试过所有超人面粉包饺子 只有他们这个是最好最好的 对 特别筋的 也还可以 20 应该是2块9万5 一公斤 21块钱人民币 给大家强烈推荐 这是爱个了产的 就是一个一款非常非常有名获奖的白葡萄酒 如果你们喜欢白葡萄酒 不妨尝上他们家 他们家比较鲁育的 非常好的 我们还特别之前去参观过 有点很独特 很像伯根地的白葡萄酒 因为它品种是一样 第二 它土质结构差不多 都是钙质土 价格呢 现在是打折 17块5毛5 原价是21块9毛5 100来块钱人民币 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最好的 拉沃地区最好的一个 迪扎类的产区的一个 麦克兰酒 这款也非常好 强烈推荐 现在也是打8折 13块5毛5 13块5毛5 14块钱吧 14块差不多 对 100来块钱人民币 也就这样 这是我强烈推荐两款 瑞士酒 这是带着太多回忆的酒 这个是瑞士餐厅必备酒 就是你如果你去哪家餐厅 你你只要说沙特拉拉曼 他们肯定有 不可能没有 沙特拉拉曼红 红铺道比较好一点 这是典型做菜酒 人家正经 嘎半奈索和尿呢 就结百纳 西班牙的 多少钱啊 这个 一升的话才3块 3块钱 一升3块9 反正我还不敢喝 我只能敢做饭 做菜场 一升 这连瓶都少了 扣瓜籽的 如果你们找不到瓜籽 在欧洲就买西班牙瓜籽 才好吃了 这个跟中风瓜籽 差不多啊 就稍微咸一点 14块钱 瑞士瓦来的白皮 这是我特别推荐的 它里有种超级好的花香味 特别特别好喝 就这个是真的好喝 包价格 这是3块2毛5 稍微贵的吧 稍微有点贵 但这个是最好喝的 就这个系列瓦来的 手工比较纯瓦来州的手工比较 我们是8块6的吃的 全是吃的 走 这是8块6 还好吧 我觉得 没有什么疑问的 可以留言 点赞关注我们哦 拜拜 拜拜 拜拜